疫症還未完全解決的期間 全世界政府都勸喻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減少外出 在這段時間 很多歌手都會開直播唱歌 網上更熱傳一條短片 是意大利人在露台與鄰居以安全距離 一起唱歌喝酒 音樂令大家團結、凝聚 為這段陰沉的時期帶來少少娛樂 唱歌會令人心情變好 絕對不是憑感覺、抽象的說法 而是用科學可以解釋的 由於唱歌時要用到肺部 同時需要控制聲線和口的動作 這系列的動作看起來輕鬆過做運動 但其實也算是大洋運動的一種 唱歌令身體釋放出令人快樂的元素 就是安多芬 安多芬可以帶給人幸福的感覺 同時令人減低壓力 無論是壓力大,還是有身心疾病 音樂都有潛力 為我們的身體和心靈帶來好的影響 心情好一點,還可以增強免疫力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順利唱完一首歌 我們需要專心研究如何好好呼吸 短束、淺層的呼吸 會令人排出的氣體 多於體內細胞所產生的氣體 令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減少 於是乎頭暈、焦慮等症狀就會走出來 相反,深呼吸或腹式呼吸 會令我們的喚氣頻率協調 激活腹膠感神經系統 令心跳減慢 內臟血管會擴張 減低血壓 可以說是有利無害 原來唱歌對身體有這麼多好處 聽完後馬上很想唱一首歌 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唱歌的 如果不懂唱歌,又或者唱歌不好聽 有否影響呢? 那就要看看我們有沒有用腦 人處理語言時,會用到左腦 而唱歌時,會踏著腦部較多的部份 遍及左右腦 涉及一些處理情緒 產生聲音、發音等部份 專家曾經做過研究,找來不同的人 照下他們的腦部在唱歌時,有何不同 他們發現平時不喜歡唱歌的人 當他們唱歌時,仍在用左腦處理語言的腦部網絡 而那些平時都很喜歡唱歌 去洗澡時,一定會不斷撐歌的人 他們唱歌時,腦部便會攝觸到廣泛的網絡 左右腦部都會用到 而專業歌手在唱歌時 可以踏著的腦部網絡範圍就更廣泛了 其實唱歌是訓練腦部一些平時用不到的部份 而這些部份正正會啟動生理上的獎勵機制 令腦子釋放多巴胺,心情變得更好 唱得更多,激活腦部更多部份 身體就越來越懂反應 所以唱得不好聽未必是重點 重點是要換成左腦意外的其他腦部網絡 自己唱歌已經有這麼多好處 與人一起唱,還可以有加成 集體唱歌可以增強人的同情心 以及與社會的聯繫 我們都知道,足球隊,教會,甚至國家 都有屬於自己群系的歌曲 他們都會透過一起唱歌,建立自己的社群 在歌聲中,大家就像一種融為一體的感覺 剛才在前面也提過 唱歌時,身體會釋出安多芬 腦部又會釋放多巴胺 還有一種名為吹鏟素的賀爾蒙 都會隨著歌聲釋放出來 吹鏟素除了可以吹語吹鏟 其實還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聯繫 做到真正的reconnect 當文字、理性和邏輯不足以表達我們的感受 唱歌和音樂就給了一個機會 讓我們探索開心、艱難、悲傷等情感 還是一個療癒我們身體的過程 如果最近心情不好,有沒有重發洩 不如嘗試放膽點唱歌 看看會不會令你的心情變得好一點